你民进党立委去大陆喝酒 你一定要唱这首歌吗 辩论会上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 质疑绿营立委们到中国喝酒 和高官大唱我们都是一家人 事后遭到事实查核中心 狠狠打脸 仅仅前起时任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的手 这团人中有他 国民党前立委刘胜良 几杯烈酒气氛嗨了两岸手牵手 但刘胜良回忆当时说没对哦 唱的是这首 当我们同在一起啊 当我们同在一起在一起 在一起这样唱真的有来 都是一家人是什么时候唱的 刘胜良没有点名其他还有谁合唱 但坦言自己确实开口高歌 韩国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谣言制造中心 完全听不到别人对他的更正 已经放弃其他所有的选票了 所有的什么中间票 什么知识栏 经济栏 道德栏 他通通不要了 他只要紧紧的拥抱住这些韩粉 没搞清楚就先开炮 事实查核中心列出十点 韩国瑜的发言与事实有出入 也意外让同党同志被拖下水 三讯计划台北中文报道